我们就压续讲一间 我们去了一个食市 比较特别的 就是澳门陆军俱乐部 我们去看看04快乐 其实这个陆军俱乐部 红色的外场建筑 再加上欧洲的建筑风格 真的很吸引 其实我比较背 我常常和澳督府混乱 虽然地段不同 但是看到红色砖墙 再加上欧洲建筑都会认错 话说当时我们刚刚到步 天气开始没那么好 而且马路上很多车 要拍这张照片也不容易 幸好刚刚拍到团友 在旅游巴上下车的状况 而事实上这个地方 打卡位很多 如果能够在外场拍张照片 的确是好的 不过当时真的不方便 因为外面那条道路 真的没有位置给你拍的 进入到去当然 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我们在下张照片 进入到去之后 入口处的大堂也挺有趣 有幅油画 有幅油画 写着冷静 上教先生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是中文 但是英文呢 就完全不关事 英文写着 of course you 先看看 of course you lack cavia and champagne 英文是 英文就是说 当然了 你少了鱼子像和香檳 那可能 这个画里面 那两个主角 就做配音 都挺有趣的 因为好像一个专门恶搞 但是幅画又好像挺漂亮 只不过我明白 中文和英文的意思是完全无关的 都挺奇特的 下一张照片 就会看到我们用餐的厅 这个不是用餐厅 这个就是他们的酒吧 另外一边的 好像是一个lunch 可以叫饮的 当时都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 而事实上 我们的团友后来吃完饭之后 进去这个lunch拍照 摆姿势 打卡 都没有人拒绝我们 都是一个很friendly 很自由 和很随和的地方 当然大家都很受规矩 虽然拍照 但都不是很吵 所以影响不了其他人 然后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他们在整个建筑物里面的 不同墙壁都挂满了 不同的旧相片 很多相片都是当时的 很多非常美丽的舞会 又或者饭局 有很多名人 有很多官商的人士 都发映了那个年代很特别的事情 再看下一张照片就是他的楼梯 我觉得他的楼梯都做得很漂亮的 是值得在这里打卡的 再看下一张照片就是我们用餐的厅 那我们一定要另外一个厅 因为一来我们只有 当然是exclusive一点 当然要有个专享的位置 二来就是因为我们说话 有时候兴起来都热闹的 应该躲在房间里面吃饭 三来其实他们有个大厅 都供应着另一些午餐 而我们吃的餐是贵很多的 因为我们团体订桌 他们要求我们要特别订房 以及要吃一个贵的餐 所以跟大厅吃饭的人士吃的东西完全不同 我觉得自成一个是比较方便的 话说这个建筑物 澳门军人俱乐部 其实应该原本最初是为了澳门葡萄牙军人组织 那个组织叫做军人同业组织 作为聚会娱乐和教育的用途 当时有图书馆 也有很多书籍 应该在1870年已经建造出来 距离现在都差不多150多年左右 这个建筑物一直都是被军人使用 去到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至45年期间 估都估不到 这个大楼是收留了很多香港的难民 我想当时很多香港人要逃难 所以特意过去澳门 而在这里被收容 不知有没有知之二次大战的 经历过的朋友 在这里被收容过呢 如果有的话 请在Facebook留言 到后来1953年 开始军人同业组织 改变为陆军俱乐部 也首次容许平民成为会员 和出入俱乐部 时至今天这个俱乐部 虽然都有会员制 但是如果你来吃饭的话 是不需要会员的资格的 很多朋友都是搭船过来澳门 然后直到大堂 想在里面吃饭的 而大堂的午餐很便宜 虽然要吃四道菜 要给某个价钱 加上要用这个VIP房 但开酒喝真的很便宜 我记得我们有团友开一瓶白酒 好像喝一百多元港币 一瓶酒可以给六七个人喝 真是值得了 所以到这里 你真的不要再去问BYOB 不要说 想不需要带你自己的瓶 要不需要买酒喝 直接在这里买酒喝就算了 对不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张照片 就是我们的菜单 当日吃的东西 其实那些东西都挺多 我们有四道菜 再加上咖啡或茶 所以贵一点都会给大家试一下 陆军俱乐部通常都是供应葡国菜 我记得我上次吃是二十多年前 那次吃我觉得不算特别好吃 但难忘的地方就是 当时在九十年代 都是九十年代尾 那时候在陆军俱乐部 就在吃这个套肉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也挺保留欧洲的口味 因为当时二十多年前吃的套肉 都算是一些很少见的情况 但是在陆军俱乐部也有供应的 这次的菜单吃的东西比较大路 但是样东西的味道也挺好的 有些出乎我意料的 我以为是纯粹吃环境而已 原来味道上也不错 而且我们因为这次报名人数比较多 所以人数超出了我们的VIP房 可容纳的人数 那坐得逼少少 而服务员要在这些很多人里面穿梭 拿汤、拿菜都是高难度的 但是他们很有耐性 所以我也觉得他们的服务很好 很多都是蒲籍人士或者云血仪 样子很标致的 说话很斯文的 令到我们也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款待 接着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他们的南瓜汤、半椰子、忌廉、虾和杏仁 那个汤就是南瓜汤 我觉得味道上也不错 当日我没有喝的 因为我当日刚刚有肠胃炎 所以如果喝汤的话 我不知道接着会不会泄红 不好意思 所以我把这碗汤都让给我隔离位的朋友喝的 包括一个23岁大的BB 他们都喝得很开心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另一个菜式 就是喝完汤之后 那个海鲜菜式居然挺大 就是一个海鲜饭 如果大家去澳门 都会在某些葡式餐厅 吃到这种葡角的海鲜饭 那海鲜饭用番茄汁做过的 那么 就濕粒粒的 就是连汤加饭吃的 而那些饭煮得少少腍的 不至于很腍 但是少少腍的 就不会像意大利的灰饭 那样粒粒中间都生的那种 所以入口都容易的 再加上这碟海鲜也够多 就是有大虾 有带子 有蜆肉 那样海鲜也够新鲜 而且那个番茄汁的味道 这个浓淡也很适中 再加上饭的质感也刚好 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吃 而我就觉得分量真的很大 因为想不到 吃海鲜这个部分 会有这么大碟饭 接着来到的还要是肉类 才是真正的主要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早餐吃了很多东西的话 吃了这碟饭之后 其实都打爆了 接着去到肉类 就是一个葡萄牙式的 烤乳猪拌番薯片和炒青菜 我觉得这个乳猪烤得非常之好 皮是完全脆的 皮下的脂肪也是融化了 再加上猪肉也是很嫩滑的 所以吃下去是觉得刚刚好的 而且不用点照的 我也是那句 就算没有牙都可能吃到的 接着最后就是甜品 就是一个芝士布甸 半一个南瓜酱 再加杏仁饼 最初看到的菜 汤也是南瓜汤 甜品布甸也是半南瓜酱 我觉得两样都是南瓜 会不会重复了 但是吃芝士布甸 就不会觉得汁是南瓜味的 因为可能已经加了糖 以及已经浓缩了 你觉得是一个 好像syrup的甜味的汁 而不觉得是南瓜的 所以吃下去就不觉得有重复的感觉 这种芝士布甸 在葡萄牙西巴牙都是普遍的 是很适合我口味的 我很喜欢吃这种布甸 而且我也觉得它有些大份的 这个布甸 在座其实有些朋友 都不想吃那么多糖 所以都没办法了 都把它弄在这里了 就算我多喜欢吃甜 吃了一块已经饱了 都吃不到第二块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和商约朋友 去这家陆军俱乐部吃东西 而真的有甜品一定要吃的话 我服务大家带定一个外卖盒 去装着这些饼 这些芝士饼也可以摆得 拿回家吃也可以 接着下一张照片 我想大家看一看他们平时的餐点 他们的午餐的菜 其实应该是一个自助餐 有沙律巴、蘑菇汤、焗沙丁鱼、马戒忧 接着有葡式烤牛塞和豆会杂肉 咦,有多少东西选择 每一块钱是198元 再加上甜品任食 我觉得这里真的很值得试 而晚餐原来都是198元 就是汤或者沙律 配一个烧春鸡半薯条或者沙律 再加一个葡式蛋撻 三道菜都值得 所以很值得去吃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他们的大厅 其实他们的大厅很宽敞 更加雅致 拍照打卡一流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下次去澳门 不一定去吃那些 平时吃开的牛杂 其实8多元 牛杂都50多60元 你吃200元就可以坐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你不如去漂亮的地方吃吧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1000元 请即订购支持